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义。 岛屿,金字般的五句话,干净通透,度了无数人。 一,人帮你是情义,不是义务,谁都不欠你的。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应该二字。 人与人之间,谁都不要占谁便宜,不要觉得理所当然。 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,别人帮你,那是看着对你有情义,而不是应该帮你的,你要懂得感恩,要懂得珍惜,才能配得上别人对你的帮助。 而不是当别人帮你了,别人尽力了,却又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,就去怪罪别人,这不是做人的修养。 不管是大恩还是小恩,谁都不欠你的,更没有义务帮你。 所以,你要收起你的性子来,不要总想着占别人便宜,更不要总想着每一次都会有人帮你。 人这辈子,始终都要学会靠自己,才是正道。 二,人生没有不苦的,熬过所有的苦后,其实再回头看看,根本没什么。 人这一生,有苦有甜,苦也不会苦一辈子,甜也不会一直甜。 苦与甜总是相伴着的,有苦就会有甜,不经历苦,何来品尝甘甜的滋味呢? 人生也不是一直都顺风顺水的,都会有侃侃可嗑,都会有波涛汹涌,都会有惊喜灿烂,都会有甜蜜欢乐。 当我们处在顺境的时候,我们就要用心活着,不要随便挥霍,不要随便浪费。 当我们处在逆境的时候,我们就要摆正好心态,不气不奶,不怨不恨,用平常心去面对逆境,始终努力着,坚强着,那些在逆境之中打不到你的,最终会让你变得更强大。 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,一切都要好好把握,不管是顺境,还是逆境,我们都要吃得了生活中的苦,才能迎来人生的美好。 三,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,更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。 人生里,是充满着变数的。 社会复杂,人心现实,人心易变。 人活着,你始终要踏踏实实地走到每一步,不要高傲,不要张扬,不要没有分寸,你始终要低调前行,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,不然别人就不把你当回事。 人与人之间,很现实的一点,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。 所以,你不要去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,更不要高估你们之间的关系。 人心善变,说好的事情,也会反悔,夸大的事情,根本就做不到。 你不要把所有的希望,都寄托在别人身上,始终要懂得给自己一条退路,因为有时候,你根本意料不到与你关系最好的人,居然是出卖你的人。 所以,人这辈子,多留一个心眼给自己,不要太轻易相信别人,要懂得为自己,不高估。 也不低估,过好自己的生活。 四,其实生活是自己的,并没有那么多观众,别太在意,别让自己活得那么累。 杨将先生说的好世界是自己的,与别人毫无关系。 你要明白,人中其一生,都是在过自己的生活,其实你根本就没那么多的观众,也没有那么多的人,一直盯着你看。 每个人都不过是天地的过客,匆匆一生,天地自然,到了时机的时候,就会离开,谁也无法陪伴谁一生。 我们要做的,就是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,这一辈子,虽然苦短,但是要让自己活得有价值,有意义,要懂得为自己而活,不随波逐流,不随便放弃自己,更不要一直活在被人的想法之中。 你就是你,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 做好你自己,就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。 五,做人,问心无愧就好,一切皆有因果。 俗话说,人过流明,厌过流生。 人这辈子,最怕流骂名。 所以,为人一事,做人做事,问心无愧才是最重要的。 人在做,天在看,一切皆有因果。 人品好的人,不作恶,不伤人,善待别人,宽容别人,过好自己的一生,最终会得到善果。 人品不好的人,作恶多端,算计人,坑害人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不给别人留余地。 做事太决人,不懂做人,最终种下了恶果。 人这一生,对得起别人,也对得起自己,才是问心无愧,才能过得心安理得。 不管什么时候,不管什么理由,都不是我们坑害算计别人的借口。 人这辈子,要善良踏实,做人靠谱厚道,端正品行,不坑不欠,活得舒坦。 岛屿,金字般的五句话,非常度人。 一,生活,沉住气,熬过去,你就赢了。 绝望的嘱咐里有一句台词,越是运气不好,越要沉住气默默振作,静静熬过去, 就会发现自己到底有多强大。 人越是处在低谷的时候,就越要学会沉住气。 只有沉得住气,遇事不慌,你才能保持好的思绪,想办法慢慢振作起来。 生活总会时不时给你一下打击,让你受挫,让你吃苦,让你陷入困境。 当我们遇到不顺的时候,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,一定要沉住气,扛住,然后熬过去,不管遭遇什么,心态上一定不会输。 只要自己熬过那段难熬的时光,才能慢慢扭转局面,迎来峰回路转的明天。 熬,是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心的,熬不住就出局,熬得住就出众。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,唯有熬住,你才能赢。 二,人,别太较劲,才能过好这一生。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如果事事都跟别人较劲,就会失去很多人缘,也难以得到真心的朋友。 太爱较劲的人,因为心胸狭隘,处处都不想让自己吃亏,让不想让自己付出那么多,却又想要得到很多,反而到最后,换来的是一场空。 太爱较劲的人,不管是跟家人,还是跟朋友,还是跟恋人相处,都喜欢争高低,争对错,处处不包容,不忍让,到最后输掉的不仅仅是感情,而且还伤害了所有人的心。 往往太爱较劲的人,总是自以为是,总是以自己为中心,谁的建议都不听,总觉得自己是对的,越是渴望成功,越会挫败的多。 沐昕说,真正的成熟是你在经历过太多事情后,依然能够将内心与这个世界进行剥离,享受人生而不沉寂,历经苍凉而不消极。 而不较劲是一种成熟,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中慢慢找到和平相处的方式,真诚相待,彼此包容,善待别人,给别人留余地,就是再给自己打开一扇窗。 所以,不较劲的人,才能过好自己的一生。 三,做人,可以精明,但不能阴险。 精明,是一种优势,在很多事情上能够让自己更胜一筹。 但是人不能因为自己的精明而去想歪门邪道。 不能坐视阴险,在背后搞小动作,自以为聪明地去算计别人,其实到最后算计的是自己。 《红楼梦》中说,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悟了轻轻性命。 其实精明的人,以为自己去算计别人的时候,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,却没有想到算来算去,做得太绝,把自己的退路都堵死了。 好的人生,不是靠算计出来的,而是靠品行得天下的,以得取胜,以承待人,以礼服人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不玩弄自己的精明,活得坦然,才能过得自在。 4. 其实,看透一个人,不必着急翻脸,冷静处理。 人这一生,也许你会遇人不输,也许你被人所害,也许你遭人算计,你的真心付出换不来别人的真诚,你的善良换来别人的忘恩负义。 因此,你看透了一些人,也看清了一些事情。 其实在人生的旅途中,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往往是知人口面不知心,很多人太会伪装了,你一时之间根本就看不出来。 所以,当你在看透一个人的时候,也许对方已经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伤害,你也不要着急,学会冷处理就赢了。 冷处理就是不再纠缠,心中有数,也不避明说,不再跟他打交道就行了,与其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烂人身上。 不如用来好好提升自己。 当你看透一个人之后,就选择远离,不再相信他的话,保持距离就好了,这样才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被人坑了多次。 五,格局一定要够,破事才不会多。 一个人之所以有这么多破事,就是因为计较太多,在乎太多。 心很小,格局很小,无法容忍,容事,所以才会一点鸡皮算毛的事情都要去计较。 人生苦短,生活本来就是一地鸡毛,心大了,事情才能小,心小了,事情就会越放越大。 一个人只有提高自己的格局,目光放长远一点,不佑于当下,只有这样,才能不被一点小事就折磨到自己不可开交。 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,所以学会在生活中修炼自己的心态,提高自己的见识,打开自己的格局,这样破事就不会那么多,因为你已经看得远,格局已经变大了,那么一切将会风轻云淡。 感谢观看